现在 未来 桌子为什么这么乱 我们俩站在什么时候交流 但是这个问题问完之后 你的大脑会在想哪里 过去 是可能还是一定 老黄 这个项目 为什么不能按进度完成 现在 我这个问题问完他的脑子在想哪里 想哪里 想过去 老黄为什么不能按进度完成 老黄说有笔预算没到 他们那个部门说要派个人协助 我后来那个人怀孕了没来 这些都是发生在什么 过去 没错吧 如果我们理解这是一个无限游戏 永远要面向未来 请问应该问什么 不要问桌子为什么这么乱 没有意义 桌子为什么这么乱 你会得到好多的借口 应该为什么 对 各位 学会转化一种思维方式 你能获得很多答案 来 我们来讨论一下 从下节课开始 我们内部怎么分工一下 桌子可以更整齐呢 这句话一问完 所有人的脑子在想什么 想 接下来做点什么 无论做点什么 不重要 重要的是无论做什么 我们都离目标越来越近 老黄 既然事已至此 那你觉得接下来 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才能赶上进度呢 无论老黄 接下来说什么 我们都在离目标越来越近 可是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受什么的影响 我们受九年义游教育的影响 我们太爱问什么 太爱问why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三个字一出来 所有人都在想什么 想过去 如果你今天是个学生 老问为什么对不对 对不对 对 要鼓励你问为什么 因为那会知其然 也能知其所以然 但是工作了之后 不要总用学生的思维工作 工作永远要面向目标 而不是永远追究问题 其实我们这堂课 讲完之后 很多沟通课 你都可以不用停了 你发现所有教你沟通的内容 背后都在谈两个核心 一个核心叫做关注感受 一个核心叫面向未来 你家孩子告诉你 妈妈我考了三十八分 你应该先说什么 你可以回答他 你考了三十八分 妈妈真的很不开心 妈妈真的有点生气了 生气最好表达出来 不要做出来 而是表达出来 很多人是不表达 直接干嘛 直接做出来 妈妈我考了三十八分 那你还有点说 这叫做什么 做出来 表达是 我很生气 把他怎么样 说出来 所以表达感受 这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 他告诉你 妈妈我考了三十八分 你可以跟他讲的一句话 就叫做 妈妈很生气 接下来呢 但是 妈妈更想跟你聊一聊 抱抱 如果下个月 我们要争取考七十分 你觉得接下来这个月 爸爸妈妈和你 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呢 聊我们 最后也是你考吧 但聊我们 比聊你的感觉 好很多 聊我们 代表我们是一伙 老黄 事与致辞 你觉得接下来 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改善进度呢 照顾我们彼此的什么 关系 写下来十六个字 写完这节课 我们开心的结束了 十六个字叫 没有问题 只有机会 后面的八个字叫 没有过去 只有未来 现在 未来 桌子为什么这么乱 我们俩站在什么时候交流 但是这个问题问完之后 你的大脑会在想哪里 过去 过去 是可能还是一定 一定 老黄 这个项目 为什么不能按进度完成 我们俩站在什么时候交流 现在 我这个问题 我这个问题问完 他脑子在想哪里 想过去 老黄为什么不能按进度完成 老黄说有比预算没到 他们那个部门说要派个人协助我 后来那个人怀孕了没来 这些都是发生在 这些都是发生在什么 过去 没错吧 如果我们理解这是一个无限游戏 永远要面向未来 请问应该为什么 不要问桌子为什么这么乱 没有意义 桌子为什么这么乱 你会得到好多的借口 应该为什么 对 各位 学会转化一种思维方式 你能获得很多答案 来 我们来讨论一下 从下节课开始 我们内部怎么分工一下 桌子可以更整齐呢 这句话一问完 所有人的脑子在想什么 想接下来做点什么 无论做点什么 不重要 重要的是无论做什么 我们都离目标越来越近 老黄 既然事已至此 那你觉得接下来 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才能赶上进度呢 无论老黄接下来说什么 我们都在离目标越来 越近 可是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受伤 都离目标的